谁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我们通常把敌人看成是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 然而中国的敌人并非美国人民 更不是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 中国真正的敌人却非等先之辈 他们人数不多但关系极为密切 还有培植多年的御用智库和财经团队随时听令 过去几十年 这些人已经实际控制了美国政府的核心部门 像财政部、国防部、农业部以及国务院等诸多机构 这些人对美国并无好感 对普通美国民众更是视之为草芥 弃之如粪土 我们不妨将他们称为全球卡特尔联盟 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家族 乔治布什家族 杜邦家族 比尔盖茨家族 以及一些闻所未闻的名字 这些家族并非精英 他们的最终目的 不过是在全球范围内损人利己 在未来几十年大幅减少地球人口 就是其措施之一 要想实现对人类生命的终极控制 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 自然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不错 这些人确实疯了 但是靠着鼎鼎大名带来的神圣光环 他们竟能与屠夫的恶名毫无相干 他们的实力来自于手中的150家跨国公司 这些公司控制着世界经济的命脉 如果这些大牌企业联手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都会不堪一击 千万别忘了 政客们都是明码标价的 中情局局长如果不含这帮政治前客的意义 或许会因为性丑闻之类的借口被免职 而总统若像肯尼迪这般 必定会遭到暗杀 这150家大公司构成了全球私人权力联盟 研究这张大网颇费心血 笔者用了38年的时间才洞悉玄机 这些公司的实力令人深谓 但舵手却屈指可数 究其理念均来自鸦片战争时期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英国东印度公司 其核心的核心就是对美欧金融机构的掌控 美国民众早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个联盟鱼肉已久 控制美联储 美国财政部 英格兰银行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有以下大牌机构 美国的资本集团公司 美商道富银行 先锋集团 摩根大通 高盛 美林 摩根斯丹利 美国银行 沃尔顿企业 沃尔玛为旗下公司 英国的巴克莱银行 法通保险 法国的保险巨头安慎 法国新业银行 还有瑞银集团 瑞士信贷 三菱日联金融等 上述大牌机构拥有全世界顶尖企业的核心股权 孟山都 波音 雷神 埃克森美孚 哈利伯顿 BP 翘牌 均俯首听命 瑞典研究人员 最近对4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所有权进行了分析 发现仅1300家构成全球经济的核心 而其中超级核心就是这150家 他们占据全球财富的40%以上 拥有的权力令人瞠目 看一看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与会名单 就会对这些处于权力巅峰的企业会有更好的了解 不但如此 他们还拥有庞大的院外游说组织 美国商会 美国银行业协会 欧洲企业圆桌会议 始终为其安前马后 在美欧 全球卡特尔联盟花大价钱 下注媒体和大选 迫使政府对大企业减税 放松管制 让反垄断法成为摆设 这样一来 私人企业在过去30年间累积了巨额财富 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 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 也是由他们一手推动的 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大的利润 就像俄罗斯这样的新成员在世贸组织也没有决定权 必须服从这150家大企业制定的规则 这些企业涉及诸多领域 电信巨头有英国达沃峰 美国ATNT 维里孙通讯 法国电信 军工企业如波音 麦道 石油大亨像雪佛龙 埃克森美孚 BP 农业方面则是孟山都 先振达 杜邦 拜尔 加吉 阿丹米 房产企业包括印度的德里土地金融等 更不乏赌城之父史蒂夫韦恩 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这样的名人 为说明他们的规模 不妨例举一下这些数字 据福布斯杂志2011年统计 这些大公司当年的营业额达36万亿美元 净利润2.6万亿美元 他们的资本总额高达149万亿美元 等于全球GDP总和的两倍 是所有发展中国家GDP总和的六倍还多 员工更是多达8300万人 在他们背后操控全局的就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业屈指可数的一帮人 这帮人就是华盛顿敌视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政策的推手 也是他们决定着是否对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开战 普通美国民众对他们的真实面目毫不知情 美国军方的大多数高级军官同样一无所知 这个全球卡特尔联盟就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也是世界真正的敌人 至于他们所采用的策略 不妨称作慢火煮吧 有一则古老的名言 讲的是想要把青蛙活活煮死 就要先把它放到冷水锅里 然后慢慢把火加大 青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听任死亡来临 身临险境却浑然不知 这则艳遇形象的反映了当前美国统治阶层的对华战略 三十多年前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政策的效果出乎所有中国人的意料 世界也为之震惊 这是凭借中国人民的勤奋和进取 上世纪七十年代 人一穷二白的中国一举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巨人 说来有趣 中国飞速崛起的第二个因素 要仰仗美英等国企业的外包政策 美英等国原本只想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获利 谁知却在无形中助推了巨龙的腾飞 美国政府高层 很早就有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想法 关键人物是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 他一手策划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历史性事件 此外还有基辛格的助手洛德 此人后来出任驻华大使 实际上上述安排都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无形掌控之中 基辛格和洛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得意门生 当年毛主席与尼克松会面时 陪同在场的美国人仅有基辛格和洛德 连国务卿罗杰斯都未能参加 对美国的决策权而言 能在冷战时期融化美中外交的兼兵 无疑是对苏联的头号敌人战略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中国随即开始了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转折 虽征途艰险莫测 但此举大气磅礴 1989年 苏联在美国的金星设计下解体 其后不久 中情局通过驻华大使洛德和其继任者李杰明 金星布局策划了那次著名的事件 诸多证据表明 这些伎俩就是为了制造类似苏联解体前的政治混乱 削弱党的领导 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虽然美国的行动未能成功 但对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 却发挥了重大作用 此后 中国对外资日益开放 并且寻求加入世贸组织 这使其成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理想投资市场 挥手过去20多年 外资带来的效应令人瞠目 按美元汇率计算 中国现在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 也是排名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尽管中美之间不乏握手延欢 公筹交错 但这些不过是尽花水月 美国的外交归根结底是由其自身利益决定的 与鸦片战争时 英帝国对清朝的策略并无两样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 一语重地 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国务必要对此保持警醒 从1972年中美高层首次接触到 1989年柏林墙倒塌 美国对华交往的目的多少都带有联中抗苏的色彩 美国对抗苏联无所不用其极 一旦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权土崩瓦解 受洛克菲勒和布什家族控制的美国情报部门 就开始对中国如法炮制 力促中国推行一蹴而就的经济改革就是其中一步 这一措施的本质就是曾在20世纪90年代 让前苏联国家经济雪上加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休克了法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 计划用投资把中国变成世界出口基地 目的就是利用其廉价劳动力 降低从汽车到苹果手机等欧美商品的成本 中国虽名为出口大国 但获利甚微 相比之下大笔的黄金白银滚滚流向了美国 这种情形延续到2005年 中国经济一直沿着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的模式发展 因而并未被美国视为威胁 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对原油 铁矿砂 铜等原材料需求的与日俱增 中国开始采取更为大胆和有效的对外经济策略 足迹遍布非洲 中东 乃至全球各个角落 原本只被视为乌尔玛等美国跨国公司廉价劳动力来源的中国 却在不知不觉中 对美国未来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 尤其在非洲 亚洲和复产石油的中东地区 也正是从2005年开始 华盛顿用慢火煮挖的政策来对付中国 并且逐渐把火力调大 妄图重创直至扼杀中国 虽然离费典已经不远 但中国仍有时间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 现在绝不能对对手的残酷 抱些许幻想 进入2010年以来 西方文明的霸主地位开始摇摇欲坠 面临深入的威胁 自工业革命开始 15世纪末 欧洲成为全球霸主 哥伦布代表西班牙 发现西印度群岛后 也许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局面 5个多世纪后 世界迎来了属于亚太经济的新千年 中国及其各个阶层精英 必须意识到美国和西方全球主义权力 潜客在未来计划上存在严重分歧 如果中国及其东盟和欧亚盟国 主要是俄罗斯 印度和日本 悄然慎重地研究出帮助美国利益群体 走出危机的积极道路 则中国和全世界可避免欧美 为保护其垂死霸权主义 而有可能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笔者是一个美国人 在我人生60年里 美国自由和发展的逐渐毁灭 让我深感悲痛 如今霸权主义穷途没落 新的世界格局尚未成形 是在公正和平的基础上 与美国和西欧展开合作 还是发起冲突和毁灭性战争 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 以上内容摘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地缘政治学家 威廉·恩道尔在其书中的前言和后继 本文由戴健·顾秀林翻译 并于2013年10月10日 刊登在红旗文稿和人民网上 链接我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阅读 这篇文章与我们频道的很多理念不谋而合 也可以与我们的观点进行相互验证 很多言论现在看来人不过时 反而更加清晰 这样的文章不应被埋没在书卷中无人问津 因此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思路和角度 看待当下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所处的环境 希望大家广而告知 感谢网友新时代在进步提供此文 如果涉及请权 请私信联系我进行删除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会再回到中东 从具体两个事件看看这些欧美权贵们如何吃中东的人血馒头 再之后我们会揭穿CIA的谎言 以及他们如何把真相包装成人们不相信的阴谋论 我们下期再见